作為一個園景設計師 認識植物就是基本局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快山看看大自然的鬼夫神宮 今天我們來這個Bonton Bells Conservation Area 帶大家去看這個很有名的99 Steps 我們走吧 先補充一下 這個Conservation Area位於19 Side Road和Dufferin Street 在Arora和New Market中間 由Highway 7上去大概需要30分鐘左右 整條條路是5.3公里長 基本上是一個圈 不過它連接著另一條Jokers Hill Hiking Trail 但現在因為保育生態而暫時關閉了 進去 我看她在這裡 我看你現在是一個圈子 那是一個圈子 那麼多的圈子 我看你現在是一個圈子 那是一個圈子 這種paper brush的樹皮非常助益 如果你去露營看到這種樹皮 用來做starter就非常好用 用來做或者滅臼皮 用來做的實力 用來做的壓力 使用來做這一點 在裡面 當時在在努力上 看見這隻很常見的蟹蟹 你看到它很容易認的 它的名字叫做Turkey tail 就好像一隻火雞的尾 好像有波浪型的形狀 而且可以吃的 它有很多蛋白質 但它的味道就是一些 有什麼味道呢 是很乾的雞肉味 5.3公里圍繞著都是一個再生林 以我所觀察到 大部分都是不同品種的Maple、Beach和Birch 即是楓樹、舉樹和滑樹 是一條秋意濃厚曼天王葉的行山景 如果冬天來 應該都一片雪白很漂亮的 音樂 植物的生命力很頑強 這棵樹它兩邊 它主角中間斷開了 但是這一邊的主角 上面其實仍然是生長著 還有樹葉的 但是這邊就真的死了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冬天沒有葉子的時候 怎麼認樹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認它的筆 即是葉子的亂牙 它有幾種不同的植物 有不同的生長方法 好像這一棵應該就是蘑菇 通常它都會同樣的生長方法 然後筆都是沾的 再看看剛剛這裡有波熱 我真的沒辦法 五點三公里大概一個小時就走完了 除了最後上回樓梯 基本上都沒什麼難度 不過這條trail都有上有落 對於不喜歡走平路的朋友 都是一個好地方 這條trail的停車位很小 最多只可以容納到12架車 想去走這條trail的朋友 就要留意了 不過因為這條trail不是很長 那個turnover rate都很高 所以繞圈回來 就很有機會有位了 除了行山 這條trail都很適合拍照 除了有很多自然倒塌的大樹之外 它的好處就是不需要走一大輪 才找到一些漂亮的拍照位 一開始就是條樓梯 走完山拍完照都不會很累 喜歡拍照的朋友都不要錯過了 這次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條行山徑呢? 或者告訴我你最喜歡哪條trail 讓我都可以去走一下 拍一下漂亮的照 下次再說 拜拜